讲一下断食疗法治疗各种病的经验 那对于高血压呢很有效 它一般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断食 然后它血压自然就下降了 因为体能修复嘛 如果再升高的话呢 可以再进行鼻鼓 直到完全回复为止 这个过程不长啊 只要看你这个 还有那个肥胖什么的 这就是一下就治了 有的人高有药 它这个体重不轻 这个也通过断食把它恢复到正常体重 还有心脏病 心脏病在这个断食期间间减效很快 心脏病大概一星期左右吧就减效了 如果你断食初期的话 一天一天的断食是可以的 一天两天那样的 慢慢的时间延长 比如说你断一天 隔一星期再断一天 这样的 比如说你断一星期的话呢 那你就要隔半个月再断一星期 这样的 一般断到一般断食 一星期以后 一般断食一星期一星期就已经习惯了 断食时间短 我觉得不适应啊 一般都是时间都是挺长的 像我现在断食都是十几天 咱们说这个重点的糖尿病啊 这糖尿病啊 这个患者太多了 而且非常痛苦啊 糖尿病分几次 那一个疗程呢 大概需要十天左右 这个得重复两三个疗程 两三个疗程 然后它这个 胰岛素分泌会正常 它这个肩膏时间呢 不要这个 太容易 其实断食疗法 这是个糖尿病已经挺快的了 所以大家不要操作过急 所以每次B股时间 它是一星期 这十天左右 再进行下一次的 把我身体稍微恢复一下 中间呢 不能抱眼抱湿啊 还有 在这个B股期间呢 可以这个 放松入镜啊 做一些冥想 然后 可以打坐 做一些冥想 这个不属于 这个 也可能呢 两三天就见效果 最快的 就当天就见效果 这就对糖尿病 咱们再说肺病啊 肺病呢 它是以七天为一个疗程 然后重复三到四次啊 这个中间间隔也是七到十天 现在是七到十天 中间呢 饮食也是要注意 而且病愈后 饮食还是要注意的 那几个月 几个月 几个月 其实都要吃以后啊 就是饮食方面 别人不用你别人说 饮食方面非常挑剔 就是新鲜的 好的东西 像一些不能够 重会口味的东西 就没人去吃下来 以绿色的健康为主啊 每天晚上不吃饭 对这个肺病和气管都能见效 就是少食 这个断食 还是少食 一个少食为目的 还有七喘病啊 这个七喘病 它对这个 七天 是一个疗程 然后重复 要重复五到六次啊 五到六次 就是四十几天吧 总天说来说 但是要重复几次 但是要重复几次 这个效果也非常明显 对心肺病 效果特别明显 然后 我倡导的是每天晚上不吃饭 倡导晚上不吃饭 但是因人而异啊 不必要求那么严格 但断食呢 确实是一个法宝 有横行有毅力 其实这东西吧 断食这东西 就拿我现在来说 断食二十年了 就是每年要没有几次断食 断食根本就不行 就工作再忙 然后断食去上班 这都很正常 断食是七天 然后天天去上班 这都正常 然后不断食 反正心理不好受 还有生理上也接受不了 就是 然后不断食 就觉得他分身不舒服 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垃圾的 就是断食 就成了一个心理的障碍 或者一个港 还有断食 说我有胃病 我曾经遇见过这样的患者 他说那我有胃病 我不能断食 我用胃溃痒 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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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食期 一个疗程 不能少于七天 这个吐血 如果轻肚炎 肠炎 肠炎 七天 还有八九天 最重的八九天 这样都会好转 但是鼻股 我希望成为大家一个习惯 成为一个习惯 还有 我说鼻股对胃病特别有效 胃酸过股 胃下垂 这个也是非常有效的 一般经过两个星期,胃瘦孤独和胃下垂,断食两个星期都会好了 好转,不是完全好啊 总之吧,你自己原来有那个病,它不能完全的给你去根儿 然后中间呢,你可能要花几年时间那就痒了 比如说你紧记这些光影暴时,什么大吃那个辛辣,过量的饮酒 过多的吸烟,对身体不好的那些行为,大家都知道平时开瘦瘦的 所以多要是尽量的避免 这个补食期间,它这个饮食也不要吃得多 而且在那个断食期间,比如说分几个疗程吧 这个疗生期间也不要吃得过多 也不要吃得过多 总而言之,大家都吃一些新鲜的美味 不要吃那些数量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红烧肉啊 它做的特别香,然后就因为这红烧肉做的好吃 然后就吃几碗大米饭去 这样的事不要去做 就是做的肯定很鲜,玩到最好的 但是如果是体质虚弱的人呢,因为肠胃病啊,慢性肠癌这样的患者 然后可以做短期的,可以做短期的 这个吧,没有什么应用的要求 但是呢,以后你断食 这个刚开始是一天 可能是两天 可能刚开始是三天,到我第一次是四天 就是这个中间 大家尽量的去这个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大家都看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 有的病断食都不治 比如外科手术 是吧,断食都不可能就好 但是断食呢,对外科手术都呼吁不 这个非常的好 这个是特别好的 还有这孕妇,她也不适合断食壁骨 还有小孩,年龄太小了,正在生长期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还有这个粒节和便秘 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必须要断食 这个必须要断食 这个必须要断食 年龄大呢,也就是两次就是好 还有这个急性肾炎 急性肾炎呢,需要七天 断食壁骨 对肾病有效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医学已经治不了了 所以说,断食壁骨 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急性肾炎呢,通过七天的壁骨 然后半个月 再重备一个疗场 这样呢,就可痊愈 这急性肾炎 还有内蒙岩和腐木炎 内蒙岩和腐木炎 一般来说呢,要避免十天 但一般一个星期呢 就会好准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断食期间 那个白眼球增多 然后,对这个炎症啊 细菌呢 它有消失,有那个 发炎呢 断食期间不感冒呢 就是因为,这个断食期间 白眼球增多 就这样 所以说 这个内蒙岩和腐木炎症 这样的病 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好转 但一次倍好转呢 这个隔了两三天 以后,再重复 进行断食一次 还有,这个梅毒 梅毒有很多种啊 梅毒,还有磷病 还有这个磷病 这个一般两个星期呢 就见效 对这个女生这个白带过渡啊 一般的七天 就是见效 咱们再说这个,这个癫癫症啊 这个癫癫症啊 一般的十四天左右 癫癫症这个很难治很顽固的啊 但是在,一般在这个 断食壁骨期间呢 很少发生 如果,他在这个癫癫癫症病啊 他在这个 还是很具体自己身体情况啊 有的人身体,像我说那些筋肌 有的情况下 比如,体重过多 过轻啊 这样就不行 然后,他这个 癫癫癫症病 癫癫癫症病 癫癫症病 挺难治的 然后,如果他在 断食期间呢 强烈反应 断食期间,他又发病了 哎,这样的 还是好事 因为他 断食期间 发病以后 他是病造反应 然后 断食恢复饮症以后呢 他好得更快 回复饮症以后 好得更快 但是 如果出现这个发烧 呕吐现象 这些情况 减少 反正总而言之吧 壁骨 是一个长期的事啊 就是 很像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每个月都进行一次 断食 所以说这个 可以说撑瘾了吧 但是 癫癫病呢 也比较重了 这14天 没有那个 疗效的 或疗效的话 可以再重复一个到两次 总而言之 就是重复啊 咱们再说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戒严 戒严 戒严确实有疗效 这个对我来说 我曾经借过一年半夜 就是这个 断食 然后切严了 这个 立刻就见效了 总而言之吧 这个壁骨 它能治很多的 无形动物 它能治很多的疾病 壁骨 它不仅仅是减肥 很多女少人 通过壁骨去减肥 它也可以是 体重恢复正常 比如说有的人 体重过禽 特别瘦 也可以通过这个 断食壁骨 然后打到这个 让自己体重恢复正常了 达到健康的目的 但是壁骨 总而言之呢 它可以提高抗病 和防病的能力 这是很确实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